啊 所以一个适色的视频怎么能少得了 music呢 i can't have love in myself and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hi 欢迎来到毛单的视频 今天要分享一个底妆产品做一个测评 因为你们知道最近这个Mac的海洋气垫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微博整个B站 我很想知道那些什么苹果光啊通透的妆效 夏日的持妆效果 在黑黄皮的脸上混合皮的脸上也有那么好的表现吗 我非常的怀疑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我要对它做一个全面全天的底妆测试 我们先来开一个箱 这个很危险的千万不要模仿 好打开之后呢 像一个礼盒一样 这个呢就是气垫产品的本身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medium光亮幻彩持久无瑕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有光泽滋润的妆效 但是它又很持久 它可以掩盖皮肤的瑕疵 然后高倍的防晒 可以呵护皮肤 也就是说就平时用它在外面补妆的话 也可以就补回一些防晒系数 它是这样的包装 有点雷射的反光 然后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垫 然后一个镜子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气垫产品的这种构成 然后里边是这样的 粉扑是这样的 大家好像很介意我 拆完快递再摸七件产品 好啦我去洗手好吗 粉扑呢我摸着呢 没有说太大的弹性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我们开始把它的膜给撕掉 会稍微有一点亮 但是它是明显的黄掉了那种 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任何的香味 我们上边来看一下 我最近的肤矿啊不是很好 非常考验这个气垫产品的表现 我用它沾咯 上面融合的这个颜色感觉还不错 非常的贴合我的肤色 medium这个色号 因为我没有买medium plus 那个好像更深一些 我这边的瑕疵比较多 因为这边有之前长的 闭口的那些痘印 好这边脸呢已经上好了 我们来观察一下光泽 稍微的更明显了一点一点 但不会完全没有说特别的夸张 看上去很平滑 遮瑕力呢 因为我想象中要高一些 然后我这边的斑斑点点的 能够遮盖掉 修饰掉一点 然后眼下呢 黑眼圈我觉得也可以盖到 五六成的样子 挺细腻的 然后遮瑕效果呢 属于中等 红血丝的修饰能力还不错 但是对这种比较深的痘痘啊 那种深棕色的痘印什么的 遮瑕效果就差一些 摸上去比较润 但没有很粘 毛孔的修饰效果 我觉得是有的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这边 日常使用的话 遮盖力是完全足够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边脸给补全 好 这整个脸已经上完了 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这个色号 match的非常好 非常接我的肤色 虽然肤色看上去是比较深的 但是呢 不会有那种非常暗沉的感觉 因为它的光泽 我觉得是非常健康 让你的皮肤看上去就很光滑 很有光彩的那种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不希望我的T区光泽那么明显 所以呢 我想在我的T区还有鼻翼的两边 稍微给它局部定妆 压一下这个光泽 我就只保留脸颊 两边的光泽 然后我拿刷子轻轻地把它扫掉 这个散粉跟我的底妆的融合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呢 眼皮这里有肌线 这种比较滋润的底妆呀 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T区是比较亚光的 然后两边有自然的光泽 我觉得这种妆面 我非常非常地喜欢 很满意 现在是十点钟 嗨 我回来了 我完成了全量的妆容 今天的妆太妮媚了 改变了我的性格 好给你们看一下 就它跟腮红啊 修容粉啊 融合的是非常好 就这边约染起来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两颊的光泽呢 完全就是粉底自带的光泽 我没有上任何的高光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粉底的效果 就感觉就轮廓比较突出的地方呢 它会就是那种好像有点反射白光的感觉 嗯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就好像在这边打了一些高光一样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苹果光 我不知道呀 光亮幻彩 云镜肤色 滋润补水 就是感觉这几个描述的倒是挺到位的 但是遮瑕力呢 倒是没有它说的那么无瑕 然后持久力呢 还有待考验 然后脸没有任何的紧绷 然后没有任何的卡干纹 那用这个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会不会像Wild Wild那股风刮的 明明很多人喜欢 可是在我脸上就不管用 可是目前来说呢 这个妆效我非常的喜欢 好 那我们再持续记录它的妆效吧 你猜我能不能抛起来把它接到 我的天才华 我的哥们 我现在要出门享受一下大太阳了 Semba 再见 S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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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不想让我走 撒娇呢 但是我得吃饭去啊 拜拜 Semba 拜拜 Semba Semba 哇 今天的太阳真是太晒了 好久都没开车了 有点手生 不过还是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车吧 好久没开了 有点生疏 哈哈哈哈 没错就是它 不要小看它 这怎么着 是一个电动车 走咯 今天天气好晴朗 嗨 我回来了 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时间 大概是下午将近两点了 哇 这个妆效我真的是惊呆了 因为它们居然没有出油 之前我试过的所有气垫 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已经是满脸油光了 结果这个 整个还是比较清爽的 并且你们可以看到吗 今天的天气太热了 我刚刚在我姥姥家吃饭 也没有开空调嘛 就是后面一直在出汗 就是额头这个边缘一直在流汗 可是我脸上没有冒油 太不容易了 然后我的这边呢 会有一点点卡粉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最容易卡粉的地方 没有避免它卡粉 可是其他的地方呢 没有任何的脱妆呀 浮损什么的表现 非常不错 好 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 后面这个底妆的表现情况吧 拜拜 哎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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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现在几点了 现在将近九点了 也就是说我上这个妆应该过去了至少有十一个小时了 持妆效果真的是让我惊呆了 从来没有用过持妆效果有这么久的气垫 真的是我第一次 气垫的优点呢 就是色号比较服贴 然后我觉得一天用下来呢 脸也没有很明显的暗沉 然后对毛孔有一定的修饰效果 总体看妆效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 尤其是它的持妆效果 作为一个气垫来说 真的真的超额完成任务 然后它的缺点呢 我觉得这边下巴这块可能我涂的也比较厚 感觉这边的粉感会有一点明显 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 这真的是一个比较适合混合型皮肤 你只需要在T区做一下定妆 并且Medium这个色号就是黑黄皮最好的朋友 它的价格真的不是特别评价 可是综合它的所有表现 它的品牌的价值我认为是值得的 所以我给它一个认证通过 我现在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在网上这么火了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别忘了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